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訓練的是我們下背的這個訓練 那一樣呢 下背會訓練到什麼樣的肌群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樹脊肌群 那也會訓練到我們的腹直肌 還有呢 也會訓練到我們的臀搭肌 所以呢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訓練喔 那各位一定要嘗試看看 OK 首先呢 你要準備一個瑜伽墊 那一樣呢 準備瑜伽墊呢 是可以讓你就是 防止呢 在運動的過程中你的皮膚去摩擦到 所以呢 瑜伽墊是非常好的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開始做訓練囉 那起始動作呢 一樣呢 我們呢 這個 扶握在瑜伽墊上面 好 然後呢 雙手呢 就擺在瑜伽墊的兩側 然後起始動作呢 你要記得你的這個大腿呢 也是要放在瑜伽墊上面 雙腳呢 兩隻雙腳呢 要夾緊 然後當你用力的時候呢 讓你的上背喔 往上抬起來 肩膀不要鬆起來喔 記得 上面呢 往上抬起來 手微微的撐住 然後吐氣 讓你的上背抬起來 上背抬起來的時候呢 你的屁股也要夾緊喔 好 我們用力 噓 好 放鬆吸氣 我們再做一次 用力 噓 放鬆吸氣 接著這樣子的訓練動作呢 你要記得你的手臂呢 不要往外展 是往後喔 然後肩膀往下壓 然後呢 手指是輕輕地扶住你 讓你的上背呢 就是達到緊繃 然後讓你的肩膀呢 離開地面 放鬆吸氣 但是不要過於的依賴你的手臂喔 這樣子會對你的手肘的關節 會有很大的傷害 放鬆 吸氣 再來我們再做兩次 用力的時候 吐氣 讓你的上半身呢 離開 夾眼 放鬆 吸氣 好 我們再來做一次 放鬆 吸氣 透過這樣子的訓練呢 會訓練到你的豎吉肌群 也會訓練到你的臀大肌 那希望呢 這樣的訓練對你會有幫助喔 我們下次見 掰